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 阿彌阿彤 我們要談日本人的家庭關係 本人真的不會比小孩念書 不會 不會像台灣那種就是 望子成龍望靈成光 欸小時候因為我是長女嘛 所以我媽真的是 每一天都規定我 她買很多就是小學喔 小學喔 練習本 然後每天都要寫 然後你都還要寫功課 然後要上很多什麼才藝班 真的是壓力頗大 然後要考試的時候 她就會陪你一起念 就是背給她聽 我們家是沒有這樣 不會陪我 但只有小學啦 而且只有我 我弟就沒有 其實台灣真的是很在意層級 他會有一些幼兒 我覺得他們會非常的讓你感覺到 他希望是怎麼樣 然後我還記得我去政大的時候 他們應該很不爽 因為你那時候其實也是可以去台大 對 但是他們就覺得念什麼外教系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 台大信仰真的有點奇怪 對啊 我們現在均嶼的 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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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戚都會知道你考得很好什麼東西 因為我算是 中學以來就是會成績蠻好 然後我的小舅舅 還曾經在我大學的時候 跟我說 你要知道你弟壓力很大 我弟壓力很大 你跟我講弟 而且我弟跟我壓力不大好不好 除了譬如說姐姐弟弟之外 我還會去比同輩的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是同輩唸出最好的 然後他們就會又羨慕又進度 這很難 因為你知道後來就是 有一些人他可能 就比如說真的是 書沒有讀到那麼好 可是很會賺錢 對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他們家的兄弟姊妹那個 酒雷汁就變了 對酒雷汁變了 也是也是也是 然後我就會覺得 你在旁邊看就覺得 哇塞 很可怕 排行榜 對就一直都在排行榜 日本比較沒有這樣 他們沒有那麼逼自己 他們如果真的這樣 可能就瘋了 而且這個東西 一直到下一代 就是我的 表哥表姐們 因為他們比較有在生小孩 然後就生出來的小孩 就有一個是很會念書 然後說 我家女兒終於要變成你的學妹 什麼 像有以前你這麼厲害 什麼 我想說 那已經是奇怪 以前的事情了 前婆婆 他媽可能會跟我聊天 然後他媽就說 小孩啊 你就是 不能跟他講 因為你一講他就會 很難得一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如果覺得 不要替他讀書 對對對 他意思說 他如果覺得 他希望小孩幹嘛 他都不會講 欸這好連貫耶 我覺得一定會有很多人問說 可是日本不是也有 Juggen啊 也要考高中考什麼的嗎 所以他如果要考進這個國中 他在小學的時候 就要準備考試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他們讓小朋友去考這個國高中 不是為了希望他以後念什麼東大啊 念什麼 他只是希望說他進了一個不錯的學校的話 他可以跟不錯的同學們一直待六年 他只要苦一次 他就 對 對 所以就不會有過度的競爭 或是過度的比較 反而不想要他們競爭 對 然後又可以有比較好的人品 因為大家都是不觸環境出生的人 對 所以他其實不是說 我今天把你考上一個很好的學校 就你以後就可以念到什麼 當醫生的啊 博士的啊 當醫生的 對 對 然後他是希望說他現在早一點苦 他之後就 他一個日本店 一路躺平 他們沒有第一志願 好比如說輕盈人的法學 在蘇生高 對 可是他們沒有一定要 就比如說台灣就是 文主就台大法律系 然後什麼 就台大醫科 就這樣 他們沒有 他們就是各個學校可能有 比較高分的 可是也沒有到說 考的會高分一定是去這個 沒有這回事 但他不會因為有那個志願 就去 印去某一個地方 沒錯 對 因為他的那個選擇的 考量比我們多很多 就是可能會去 考慮說他地點在哪裡啊 然後還有大部分是看自己的那個 得意科目啦 對啊 大部分因為他們沒有全考 對 他就會看說 那比如說早上天這個課 他只有考國文跟數學 然後剛才這兩課很好 那英文超爛 他就考這個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需要 而且他們的文主很多就是 如果你念了世界史 就不用 對 所以他們常常 歷史觀念很差 他們還蠻妙的我覺得 對對對對對 其實他們其實學家裡面 沒有那麼好 所以其實他們的 好是求的那個東西 跟我們求的東西 其實不太適合 我們就是一個名牌心態啊 我們就是一個第一次 哇好煩喔 但是小孩的教育方面有一個特點就是 因為母親是唯一的 而且長時間的照顧者 所以常常就是 一直 處在一起 對 共生狀態非常的強烈 嚴重 對 然後日本的媽媽就在犧牲奉獻啊 對 就是真的是你早上一起 做便當 做便當 我真的不能理解 為什麼不能去買啊 我不知道 買的不健康嗎 或者是沒有錢 我有一個同事 就等於說他是美國 美國那邊的雇員 可是他曾經在 給廣州派來日本過 然後他好時不時 覺得自己居然可以讓自己的小孩去念幼稚園 他太太是台灣人 他們就給他帶三毛錢 然後結果回來就都有紙條說 請不要給小孩吃這種 請讓小孩感受到媽媽的愛 什麼鬼啊 很好啊 好可愛喔 對啊 所以就是這個社會 然後造就了媽媽很辛苦 對 然後媽媽還就是甘之如意 所以就會變其實很多都會被寵壞啊 其實 日本的媽寶跟台灣的媽寶不一樣 台灣的媽寶就是 被媽媽精神控制 媽媽百分之百的強勢 對 掌握了她的人生 對 決定了她的一切 但日本的媽寶只是 有一個超級女優的感覺 對對對 有一個 所有的生活大小事都會幫她打理 對 然後她就是做她自己想要的事 只是她媽媽就是一直幫她收拾東西這樣 對 然後一直幫她收拾來看 對對對 對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遇到那種就是裸池喔 突然之間不見的那種 媽媽還去公司幫她收拾她的桌面 她也沒有直接說她要辭職 就是她用了那個辭職代鍋 其實有人幫忙幫你收她要辭職 對 然後那個代鍋就是她會幫你跟公司交收 但是你東西要收嘛 因為那個代鍋不會幫你收東西 所以她就派她媽媽收的東西 是不是很誇張 她跑去哪了 她就是不想面對這個事情吧 可能就在這個家裡 就是那段媽走壞 對啊 啊 那這樣子可能一輩子都不行了耶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其實台灣媽媽誰撩你啊 你要實質你家的事情 就跟我平時 對啊 台灣媽媽不會 台灣媽媽可能會逼你吃吃 或者是說逼你去好一點的公司 但是她不會去幫你收 幫你決定你要去哪一家 對啊她不會幫你收東西 她不會幫你收東西 她可以叫兒子收東西 你趕快收一下趕快走了 還有 我覺得他們對男女的教育態度明顯有差 就有一些人家庭是 兩邊都是同樣的待遇 但不然就是男生是走這條路 所以他們男生會想要讓他 可是女生就是 另外的一條 給女生的路這樣子 或者是 他們就會覺得 女生就是可愛可愛的 然後 就好 就是她不會要求說 你女生也要唸到很好 對 就是他們男生多多少少還是 比如說 這樣子不會比你 但她會 她會問你說你要不要 可能那些媽媽就會說 她們都會這樣講 她會說 小孩還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她覺得 她們一定都是要講 她絕對不會說我逼她的 對 這個日本人是不能接受 爸媽要強逼小孩 這樣是 但他們來說是不當的 可是對於女生來說 可能連問都不問了 對 就覺得女生開開心心就好 畢竟都已經這個年代 還是有短大這個東西 對啊 兩年次大學 對啊 等到就是拿來結婚 所以日本女生跟日本男生 他們自我肯定的強度 就真的差很多 這本男生真的每一個都是 我是天生的王者那種的 那種奇怪的心理 然後覺得 每個人都很愛自己 然後明明就每個人都很討厭她 這做人超多的 很多啊 但是 日本女生就是 常常都會覺得自己 是不是有男女做好 或什麼 我就有遇過我的後備 然後那個後備也是東大 然後左 就是自己覺得自己很開明 這樣子 就跑過來跟我說 為什麼女的自我肯定感這麼高 我是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我不算到非常高啊 嗯 還好啦 高人 高人超高 高人會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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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沒有自卑 然後 但她就這樣跟我說 我想說她隨便自卑 然後她就說 但她就是剛生下一個女兒 然後她就覺得很擔心 以後這個女孩會不會自我肯定感 因為她的太太是這樣 一定會啊 我想說她爸爸都這麼擔心 當然就是會啊 好 好 那我們來講那個 通常爸媽都不會來觀察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很有趣 就是Pixer 冰村養成季 她是講華裔家庭 我跟另外一個 同年紀喔 大概小幾歲的一個 日本女生聊天的時候 她說 她明明很喜歡皮 可是她說那片她看不下去 覺得太可怕太可怕 世界上怎麼有這麼 她覺得那個媽媽是 對 她覺得那個媽媽是 我想說蛤哪裡 真的嗎 全朋友怎麼都這麼多 明明就是 人很好